好冷啊 今天是什么天气啊 查了一下天气预报 全国大部分省份开启了这种断崖式的降温 有的地方降十几度 我们这里也是一样降了十几度 今天才是几度的天气 明天看天气预报 明天显示的好像是2到5度还是多少度啊 更冷 冷归冷 多肉植物还是要看的 习惯性的再冷的天气 雷打不动都得上来看一下 我们这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晴天了 一到这种天气吧 又冷又挺怀念夏天高温的时候 高温的时候也是绿油油的 这种冷天吧 它也是绿油油的 太难了 风气的花花响 楼顶就是这样 周边没有东西围着 像我楼下那里还舒服一点 那边还有铁板挡着 上面这里风一吹啊 上来久了 还容易冻感冒 这些小鱼已经猫在这种地方 它都不游动了 就像我们人似的 猫子也不愿动 太冷了 稍微转眼看了一眼乌龟盆 这一盆是华丽风车 看了一下吧 刚好看到杆底部那里冒了一个芽点 这一盆很稀疏 长得叶子不是太茂盛 显得这种整体的感觉好像不是太好看 刚好底部那里冒了一个芽 那个芽以后长大 稍微填充一下可能好看一些 盆比较多 肉也比较多 在众多的肉中放一盆动物型的这种小装饰 还是蛮好看的 比较红的就是糖印这一颗了 其他的多肉普遍颜色都不是太好 糖印它不是太耐动 一般到了零度以下 如果有个持续两天以上的那种零下一个度 就要考虑把这个搬到下面去了 还有和糖印相似的一款叫做火菇梨 这个品种也是不耐动的 它是糖印杂交的一个品种 它也继承了糖印的这个特性 一个是比较容易红 长得比较大 不耐动 这一颗也是今年才换的盆 还有这种玉树类的 这一颗是新花月井 也叫做玉树井 这种品种也是不太耐动的 一般到了零度以下很容易冻伤冻死 这种品种降温再厉害一些 也可能会考虑搬 我这里搬的就不多 就是那么几盆 上面这个是楼月 这个品种虽然耐动 温度越低它越白 颜色不是太明显 所以也就不太显眼了 这一盆绿色的就是玉树 这种玉树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这种系列的都不是太耐动 还有这种带绒毛的也不太耐动 这一颗是井晃星 这颗井晃星度秋以后也是叶片消耗很厉害 稀稀拉拉的 现在的叶片稍微还长出一些 这种带绒毛的它高温耐的还不错 普遍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些那种这种叫什么黑兔耳 夏季秋季那会也是丢在上面 它消耗还是蛮多的 但也不是消耗完 如果雨水多也是有概率会死掉的 右边那种是白兔耳 都是兔耳系列的 比较壮的这个质感上边冒了很多雅点 这个当时是坠化的 那个头前面那里是坠化的 我把那个头单独砍下来了 这个是淡血 淡血当初我这个子乐盆比较松 然后我就想着淡血好像坠化的我没有 我单独就买了一颗坠化的 剩下的那种就给它拼在这里边 这个头就是从刚才那个杆上边砍下来的 这种坠化 前面那个地方它还有些发黑发烂了 我把它抠掉了 应该也结巴了吧 后期到时候再看一下 应该没问题了 因为有蛮长时间了 我们这里常规年份是不太担心度冬的问题 因为往年最低就是零下两三度 有的就是零度左右 当然也看运气 偶尔遇上一些年份吧 就是那种零下两三度 然后又下有点雨加雪 有点打霜 这种路氧的就有风险了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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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